国家里面的男友专门 赵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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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绍一下你自己 我是贯頭印象里的成员 我在Carrie 里面担任的是主角還有剑技的部分 我是貯頭印象的成员 我在Carrie里面负责动画绘制还有分镜 我是罐头影像的成员 然后我负责的是摄影以及平面设计 哈喽大家好 我是罐头影像的成员 我在Carrie里面负责指导 还有演戏的部分 稍微说明一下什么是罐头影像 我是一间影像工作室 会叫罐头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的这一支伪电影里面的主题就是罐头 我们是一群未被密封的梦想者们 大家只会学自己的梦想 Carrie是一部大约十分钟的动画伪电影 然后我们用罐头工厂来比喻现在的社会 Carrie是数着一个没有勇气追寻自己未来的学生 然后他一步一步慢慢找回自我的整个故事 罐头在Carrie里面是象征着被决定好的未来 在那个罐头工厂中无限被附置运送者 为什么会叫做Carrie? Carrie有着可以能够以及罐头这两种意思 遇有着想要跟期望的意思 这些包含了所有我们想要传达的讯息 希望这部Carrie作品能带给大家什么? 好 我们希望这部伪电影可以让大家思考说 就是我们现在眼前的未来是不是自己想要的 还是说其实我们的未来已经被安排好了 这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花一点心思去思考的问题 我们希望大家都可以能够洒脱 潇洒 潇洒的 潇洒的逃离他人所帮你安排的预设路线 然后活成独一无二且自由的个体 讲解一下我们的故事大纲 我们的故事总共换为四大段 首先呢是先陈述主角 就是他这个人的角色背景 以及他遇到的问题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迅速他遇到配角的这个过程 配角的引导之下 主角呢鼓起了勇气 终于尝试慢慢地找出了自己的路 找到属于自己的未来 关于你饰演的角色你有什么想法吗 我觉得我饰演的角色他在 角色的安排上面他是一位很乖的小孩 就是很顺从妈妈的 但也正因为他很乖 所以他其实没有去意识到自己说 他的未来是可以自己做决定的 我饰演的是Carrie里面的配角 他是一个顺从自己内心的高中生 因为家庭背景的关系 他比较外向开朗 带给将这种外向开朗的个性带给主角 让主角呢变得跟他一样 可以顺从自己的内心 对你来说Carrie的灵感来源是什么 因为我们是高三生 这一年是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一年 就是要开始要决定好自己的路在哪里 然后我平常也会看一些YouTube影片 每个人拍的影片都有他们自己的一些世界观 然后我就看到了一部导演拍的影片 他的世界观跟平常不太一样 因为这支影片我就开始有关于罐头这个象征的想法 所以才会有这部Carrie的剧本构子 请大家注意 後面 關上 你看他往下 這邊我來拿 好 好了要開了嗎 卡吧 就這樣吧